北约坚定捍卫者2024军事演习已于本周开始 多家媒体报道称演习从地点规模上显然是针对俄罗斯 然而23号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却坚称 没有看到来自俄罗斯的直接威胁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23号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当天称 北约并未看到俄罗斯给北约任何成员国构成直接或迫在眉睫的威胁 但还是会密切关注俄罗斯的动向 并增强北约东部的存在 警惕针对北约盟国的袭击 据美联社报道 北约此次军演为该联盟冷战后最大规模军演 将持续到5月份 北约31个成员国以及等待批准加入北约的瑞典都将悉数参与 对于此次军演 俄罗斯消息报称 俄罗斯外交部指明 尽管北约保证不寻求与莫斯科对抗 但事实上 他们在俄罗斯家门口展示武力 如果早先北约演习还遮掩地谈论东部一个想象中的敌人 那么现在北约就毫不隐瞒了 他们正在练习击退来自俄罗斯的攻击行动 莫斯科共青团圆报援引俄罗斯国家军火库杂志编辑 利奥科夫的评论称 作为俄罗斯对北约该演习的回应 应让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打击做好真正的准备 事实上 北约早就认定俄罗斯是对北约成员国最直接的威胁 美媒报道说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不久召开的北约马德里峰会 通过了北约2022战略概念 其中公开将俄罗斯确定为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 为了应对这个所谓最重大和最直接的威胁 北约2022年决定把部署在靠近俄罗斯的北约东翼的快速反应部队 4万人大幅增加到30万人